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網亞新景地》 我們今集邀請來嘉賓有TB和肥波 我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今集的節目是說什麼的? 完全跟之前當然不同 今集我們會說最新的韓國遊戲 這次跟其他遊戲和其他遊戲有很多不同 遊戲特別多 還有很多大家可能聽都沒聽過遊戲的遊戲 大約有什麼呢?TB說一下 G星贏狗你還沒說我的名字 是嗎?意外你 韓國GameShow G星209 其實是韓國最大型的遊戲 特別之處是韓國當地才有 它是分年齡層的 就算你在香港做一些動漫節 也不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它18歲就一區 16歲又一區 12歲又一區 因為韓國有太多18禁的遊戲 所以就會分年齡層 和年齡層可以去到那裡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天公佈也有很多遊戲 可以說一下一邊沿著下去 其實你們最多難吃的是 看我的書就是BNS BNS就是什麼遊戲呢? BNS是一隻 武俠 對 動作武俠遊戲 韓國際武俠 真是奇怪到 特別 就是特別在這裡 有連鼓的樣子 其實NCSoft也是另一種新的大作 因為之前五兩人紀元 不斷推完之後 還有一隻BNS的模式是差不多的 特別之處是武俠格鬥 完全是參考中國的元素 對 對 參考中國元素 用武俠的格鬥形式 BNS就有影片 有看 但是之後一兩天 還有分消息 我相信 現在可能還沒有 聽說會公佈新職業 對 只是得斷片 大家估計職業中國 可能是劍客 可能踩著劍飛 對 對 對 遇見飛 有幾多就差 因為這樣看片 真的很難找到中國的意識 他完全沒有合適 聽說他們已經去取材 就去台灣和中國的地方 將中國的背景 對上一次有大型新聞 就是他們去台灣 去台灣取材 就被取材 可能有馬蟻長城出現 應該都有 不知道香港會不會有 香港會不會有 香港真的有中國意識 真的 會不會下來 還有 TRA TRA 我們也有介紹過 其實之前一直都標記著 它是天堂3 因為他們 天堂3部還沒出 對 天堂3部還沒出 因為NCSOP的天堂3 原本叫做 project project 什麼什麼 那個開發團隊 就走了 自己出來 做一隻新遊戲 其實就是天堂3的遊戲 被發現 我們自己出來 就做了一隻叫做 TRA的遊戲 今天都有消息公佈 第一次消息公佈是什麼 原來它跟普通MLO的WRPG不同 它是標榜可以用動作的 很適合的動作 基本上 好像我們當作《Mon Hunt》那類型 但是我覺得 都不抱太多的地方 我覺得像神話 很久之前 但是怪物就很大隻 看過就很大隻 就是它會有些打擊 會順暢一點 對 不是卡住打的那種 不是說 你點一下 走過去就會自動踢 那種 可能是在這裏 吸引人 對 去標榜自己為這個動作 不過暫時看這片 可能新的 就是斬下去就沒什麼感覺 對 就是看人們打下去 到怪手道是沒什麼質感 還有應該都不會有新消息 可能有一段時間才會看到它 很初期 很初期 對 那有什麼是真的有 可以玩的 對 就是《Star Cup 2》 《Star Cup 2》 韓國人 人都認識的 不用多介紹 它都因為自己有本錢 其實都沒什麼做 沒有公開 就是放了100號機 給人試 最重要是很吸引 你試在香港放了一部 也證實了它是可以出的 對 對 整好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拖了這麼久 其實測試 看人家放了8部機 就已經完全整好 我不知為什麼 不過它有一個解釋 就是因為它是一種 競技比賽形式的遊戲 如果你出了才發現有問題 那就中招了 人家開始練 不分就業 你才去改 你才去練 就好像另一隻遊戲一樣 魔獸世界 其實它不斷測試也是好的 即是每逢遊戲都扔幾百部機 給你來試試 總會 人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要玩 還是要等下年 一年半載 對 很快 對 對 分一分鐘的電話更早出 對 電話不需要公開 不需要公開 因為它要微調的東西 有太多 然後還有 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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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我自己做專題也做過兩次 是的 打蝙蝠 真的 不過這次是 氣勢夠 不知道是否 還有它是唯一 都可以叫做唯一 現在新遊戲裡面 找到中文代理 哦 是 台灣 紅心辣椒 拿了七龍珠的遊戲 2010年就會出 今次在G-SING 有什麼新招會公布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上一次就是天雅大會 天雅大會 其實都沒有什麼看的 只有暖節 是的 這次真的有什麼看的 但是 因為本身有三個族 即是摩人寶歐 有殺人 還有男人 多了一個變身 對 變身 上一次我也說過 天雅大會 有一個男衛星人 突然變大 突然發現到 原來跟變身同事 我也有研究過 原來就是 摩人寶歐 你變身後就變大了 很簡單 大就瘦了 等於是 那一隻 美星人就變大了 很大 幾層樓高 因為曬 可能主角就多一點 就是戒王拳 有名的 總之變了 就是適用戒王拳 還有 有一段話他沒有說過 但是 整身由黑髮變金髮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是 超級殺 就是 人 玩低是可以變超勢的 始終都是主角 應該是最多人玩的組織 沒錯 沒錯 變身 這些都已經 還有段時間 因為現在正在中譯 剛剛開始的中文 我起碼都知道有個G字 將來會有 中文版玩 有安慰 有些遊戲 你見到很多遊戲之後 可以說 一定是可以等到 對 對 還有一款 還有一款叫 NED 這款就是 新版 差不多是這個遊戲 才正式發佈 最新版 大體其實沒什麼特別 是一款很普通的MAL RPG 但是他還要用 Cryin Engine製造 即是自彈機 漂亮 畫面一定很漂亮 我一向都不擺東西 所以跳過 所以 我們再說 香港人 有些順義 就是競舞團 我們是競舞團2 競舞團2 真的 他自己出競舞團2 那變化 我就看不出很多 就是玩法 就是一樣 差不多 應該會多了系統 多了畫面 多了畫面 華麗 跳得更漂亮 應該都變得多 競舞團 競舞團應該多了 競舞團 始終多人玩 尤其是香港 都比較歡迎 對 所以有新消息 沒有 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有得玩 還有 全新公共 有段時間要等 最後就是 即是說出了 出了就是 永恆紀元 3.0的更新 可能你已經熟過我了 對 今集的A.ON更新 其實現在 即是1.6 他說3.0 將來就會有 全新的畫面 重新製作 即是 本身A.ON已經賣了 是漂亮的畫面 而今次 他會再重新 包裝整個畫面 更漂亮 再漂亮 即是有些光源 這些全部都再製作 譬如有些技能的華麗度 又會再重複 再做到更加更加漂亮 還有 還有 它會有一個賣點 就是水箭 今集可以落水打 即是有些會像 因為這段宣傳片已經出了 看下去的效果 就會像 Mohan 3 的效果 這樣落水打 不要太詳細了 即是 我們留一點空間 給別人買書 好 今集不上學 那就 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